看到副總統賴清德 民眾興奮喊動蒜 民進黨正式提名賴清德參戰 二零二四 一早連續三場行程 賴清德都在桃園 跟客家鄉親打招呼 在民進黨客家部主任陪同下 賴清德積極搶攻逃竹苗客家票 畢竟根據青賴政營 內部民調顯示 雙北跟南部 賴清德都領先侯友宜 但在竹苗客家地區 輸最多 早在三月底 賴清德連續兩週走訪客家莊 現在指導南桃大本營 之後也將安排苗栗行程 彌補綠營弱勢 桃竹苗 大概有將近兩百萬的客家鄉親 民進黨不是那麼支持 鄉親展現得非常的熱忱 而且對於副主席講客家話 這件事情是給予一百分的支持 不只講客家票 賴清德也以一介一份子身分 感謝醫護人員付出 另外他也到在地農家傾聽第一線 蜂農新生 就連蜂草也不怕直接拿 有看到嗎 剛剛王蜂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有 我有看到 你進去 還加起來 因為我喜歡吃田 裡面又有我喜歡吃的地瓜 又淋上我第一次吃的千層 千層的這個白千層的蜂蜜 即便是科技在發達 工商在進步 農業還是最重要 批綠袍 想延續政權 賴清德也換上挺臺灣大頭貼特效框 搭配他最愛的棒球本類版元素 凸顯守護臺灣主場核心概念 更盼望在2024能夠打出精彩勝仗 下期新聞 劉愛健 由日博桃園報導